祈祷透過吟唱感謝神眷顧 讓族人有豐收成果 接著將小米高級肉品等掛上樹 2017桃園農業博覽會4月22號 在桃園新屋登場後 連續四個週末在圓明造物專區 舉辦開墾、播種、收穫祭 最後一週13號則是感恩祭壓軸登場 圓明造物專區展演精彩的泰雅族感恩祭儀式 也邀請民眾更舞同樂 同時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 你們就覺得原住民的舞蹈很好看 然後我想說原住民很熱情 我們參與一下這樣子 對 前幾年有去參加同事的豐年祭 他們是阿美族的 然後就是跟他們一起就是跳舞 然後喝酒這樣子 就是還蠻有趣的 對 很新鮮 那泰雅族就是不一樣的服裝 然後可能舞步也不一樣 文化也不一樣 民眾透過參與不同族群技藝 更加了解台灣原住民族文化 泰雅族祈老也特別解釋 舉辦感恩祭的用意 我們今天的感應器 我想我們是傳達整個泰雅族的四大記憶的意義 我想今天有很多民眾來跟我們共舞 跟我們一起分享 我想這是我們泰雅族所希望的共享的一個精神 泰雅族四大記憶正式落幕 桃園市原民局預告未來一年將保留造物專區的泰雅族家屋 遼望台等建築 但明年四月農業博覽會正式營運 會更加盛大舉辦原住民族文化活動 記得九股大舉桃園新屋採訪報導